9月12号的临时38分 在我们国道3号北向203.4公里处发生一件交事故 那是有一部车子行驶在高速公路车道上面 行驶中线车道 那可能一试可能操作不当 导致擦撞不然之后停在中线车道上面 那以至于后方的有一部车 也是行驶在中线车道上面的车辆 碰撞该车导致原本停 原本留在现场的那部车起火燃烧 那经过我们初步的调查 了解双方驾驶都没有喝酒的情形 那两部车辆的驾驶的伤者 我们都已经送往医院救治 那我们这边再特别呼吁一下 就是如果车辆发生交事故 停留在车道上面的时候 应该要立即下车 然后摆设在后方摆设三角标志 开启双方灯 那人员竞速移置到路肩 以及路肩或者是内侧护栏 以保障个人的生命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